一阳千玺应该会离开TFBOYS 后面出道了 还有黑粉给他游记甲汁 要知道那时候的一阳千玺年纪很小 所以黑粉们真的是很过分了 不过好在粉丝们始终支持这个男孩 现在的一阳千玺为了回馈自己的粉丝 也变得越来越努力了 除去原来的演唱事业 现在他还进军了演艺圈 后来给粉丝们交了一份又一份的满意答卷 从此一阳千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会被问到一些与演戏有关的问题 比如说你最想和哪位女明星同台标信呢 一阳千玺刚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脸懵逼 之后呢可爱的挠了挠头 可能是怕得罪人 所以啊一阳千玺迟迟不敢说出名字 但是主持人呢也不会放过他 于是就一个一个的逼问他 先是说了杨幂赵丽颖等人 之后在主持人的不懈努力之下 终于问出了他的偶像是谁 也就是 我看你这一阳的不懈努力之下